中市的街头出现了两个巨幅广告 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北屯区一处名宅外墙悬挂的大广告 内容是我岛全家岛 我40岁要疫苗 但距离不到300公尺的另外一个路口 悬挂的大广告内容写的则是 感谢友邦 心中充满爱 祝福台湾 黑底白字 斗大的广告就悬挂在 净化北路河永兴街口 内容写着 我岛全家岛 我40岁我要疫苗 最后庶民家有老小的男人 出租的屋主说不清楚是谁悬挂上去的 不过从内容可以看出 面对台湾疫情严峻 部分民众哭登两个月 却依旧等不到疫苗心中的怨怒 无独有偶的就在太平桥旁 还有一幅白底黑字 同样写着 我要活命给我疫苗的大型广告刊版 底下庶民一群无助的百姓 相较于这两个广告 北敦区进化北路河崇德路口 也有另一幅建设公司悬挂的大幅广告 内容却是同岛一新 感谢美国日本立陶宛 心中充满爱祝福台湾 形成强烈对比 在外面工作是比较要优先去打 我一想打我也没打到 我50几岁也没打到 本来就超正西洋 民众看法两极 而家有老小的广告市府都发局表示 属于违规广告将面临拆除 本案是在建筑物外墙违规 三次设置 正面是招牌广告 且唯一规定申请设置许可 面对严峻的疫情 民众借由广告抒发内心的不满 但也有人心存感激 期待疫情赶快过去 网友则评价 广告内容愿对与感恩对比 呈现出台湾民众不同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陈师姐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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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等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